Hello,大家好,我是斯特林大学在读的大四学生李延 我所就读的专业是翻译专业,新年就快来了 在这个视频里,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过新年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中国传统24节气的冬至 我生活在北方,所以在北方有冬至饺子下着面的说法 所以今天我打算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包饺子,吃饺子 在北方,吃饺子是过年的传统习俗 饺子不仅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馅儿,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包法 和面的时候,一定要揉了再揉 揉一会儿,歇一会儿,再醒一会儿 这样的饺子皮做出来会比较好吃 我们今天打算做两种不同馅儿的饺子 首先是素三鲜馅 把鸡蛋木耳粉丝分别切成丝状 然后倒入生抽,老抽,白糖,盐,白胡椒和麻油等进行调味 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份牛肉大葱馅儿 这是我们的擀面师傅 这是我们的包饺子选手 在中国北方有一句俗话 叫做冬至不断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老人们常说冬至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 饺子的形状和耳朵一样 吃了饺子,耳朵就不怕被冻掉了 这些就是我们包饺子的成果 饺子包好之后就可以下锅煮饺子了 希望大家冬至快乐 今天是腊八节 所以我们要泡腊八蒜和腊八粥 泡腊八蒜这个习俗 其实在北方更为常见 北方人爱吃大蒜就像山东人爱吃大葱一样 尤其是那种一半一半的蒜 于是也就有了那句名言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制作腊八蒜其实特别简单 需要的材料仅仅只有一个坛子 腊八蒜吃起来是甜的 没有了大蒜的辛辣 味道是十分不错的 还可以当咸菜吃 北京的很多小餐馆 一年四季都会提供腊八蒜 无论是旧饭还是旧菜 都是十分美味 等待腊八蒜泡好之后 就是图片上这个样子的 今天是拉鱼二十九了 学校里过年的氛围非常浓厚 学校中厅里挂上了灯楼 也填上了春莲 今天我要去参加中国新年的party 哈喽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小年二十九了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这么多的朋友们 一起度这个快乐的夜吧 这里大家准备了有减脂 零食 还有一些中国的特色食物 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都可以 过一个快乐的夜吧 今天是大厅里挂上了 今天是中国新年的除夕之夜 贴队帘是除夕之夜的主要任务之一 除夕之夜当然少不了年月放了 对中国人来说没有哪一餐比年月饭更特殊了 美食上桌家人续聊新年可期 为了庆祝中国新年 学校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中厅里的舞狮子热闹极了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中国书法 碟纸和手工灯了 在视频的最后我要向大家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祝福大家在2023年里身体健康 才圆滚滚万事顺遂 赴年大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